联合航空班机迫降 乘客怨声载道 一架由芝加哥飞往伦敦的联合航空班机 上周五由于电脑系统回报 飞机需要维修 因此在加拿大东北岸迫降 班机成功降落于加拿大纽芬兰岛古斯贝皇家空军基地 这是911事件发生时 所有班机紧急降落的机场 然而这班联合航空958号班机的乘客 花了20小时在空军基地过夜 可是怨声载道 乘客抱怨旅馆房间不够 害他们必须多人共用一间卧室和卫浴设备 可是你也知道 这是军营不是五星级旅馆嘛 看来推特上 天龙国人的烦恼标签 又要洗板咯 有些乘客抱怨机组人员都可以去睡旅馆 乘客却睡军营 不过也有人说 机长应该好好休息 在全机旅客安全抵达目的地 乘客将就一下就好啦 要是在别的国家 你可能还得在飞机上过夜呢 联合航空已经给所有旅客退费 并且将他们送至纽泽西州的纽华客 再送到伦敦 然而半数以上的乘客 却不断向媒体抱怨 其实他们该庆幸 没有登上空难头条 不是吗 TOMO NEWS原创LINE贴图第二播开卖咯 快来下载吧